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风源安康一起好宅 大理光正一起等共好社宅计划 而今年更陆续有南屯金科乐火好宅 太平遇险一起好宅等 两处社会住宅要开放入住 而市长也表示 好宅计划是市府中调的计划 它不仅是社会住宅 更是理想住宅 将落实包括加速推动成果 将理想计划具体实践 来提供老幼等做事团体设施服务的三项重点 希望照顾各阶层的民众来创造共荣生活 民众仔细地看着房屋空间 希望找个好住所 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风源安康一起好宅 大理光正一起等共好社宅计划 根据统计住户整体满意度达到97%以上 希望借由重新全市社会住宅 推动共好聚落计划 照顾各阶层民众创造共荣生活 未来我们要整合相关的劳工局跟金发局 对年轻人还有对创业的部分 业师的一个组成来做一个协助 所以我们总共有持六个社会住宅 那在这个社会住宅的过程当中 我们与相关的局处在配合各地的特色 与相关局处共同来成就社会住宅应有的资源 包括婚姻中心 包括我们的社会服务站 还有相关的创业地方 市府都发局表示台中社会住宅目标第一阶段 五千零八户第二阶段滚动检讨增加户量 今年陆续有南屯荆轲乐火好宅 太平玉闲一起好宅等两处社会住宅 开放入住 中签率分别达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二 也希望改善以往缓慢兴建的速度 将纸上谈兵的好宅化身成理想住宅 以新的市政团队上任之前呢 那其实我们台中是只有严格讲讲 只有两处的这个社会住宅 兴建的速度太过缓慢 因此呢 第一个我们要落实的 就是不只要来改善这样一个缓慢情形 而且我们还会更快更多 市长卢秀燕表示 市府持续落实好宅计划 包括加速推动成果 将理想计划具体实现 提供老幼等弱势团体设施服务等三个重点 让台中好宅理想逐步实现 记者张卫林 台中采访报道